很多人认为麻风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 但竟然有人愿意和麻风病康复者一起生活 难道他们不怕被传染? 有时候他们的爬珠是因为你不懂就要爬 但如果你懂就不爬 不止一个好几个人都跟我们说 你给予我们的尊重和社会的地位 道立德神父和义工 在和康复者的相处中有什么体会呢? 请不要错过这星期的爱常传